好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 張先生這個問題你還有補充了嗎 還是我可以 沒有 沒有 好的好的 那我下面還有一個也是關於這個健康保險的問題 他說他是申請了全家人的這個健康保險 今年就收到了這個醫療卡了 不過他全家人可能有個四五口 但是只收到兩張卡 然後而且這兩張卡都是同一個人的名字 就是申請的那個人的名字 他想請問說這個卡是不是記少了 是不是每一個這個家庭成員都有一個屬於自己名字的卡 這是第一 那第二就是說為什麼這兩張卡都是同樣的名字呢 請張先生幫忙解答一下 好 這個問題是很實際的一個問題 因為大家都會多多少少會困擾 那我的保費又沒少付 為什麼我的名字不在卡上 大家都會有這個疑問 但我們說不必擔心 因為所有的電腦的系統 保險公司的電腦系統裡面 你們假設一家五口人吧 那每一個人的電腦系統裡面都有資料的 然後你去醫生診所看診 那醫生診所的電腦一打進去名字都有資料的 因為一切以電腦為準 那我會直覺的就給這位朋友的call in的朋友回答 就是你們保的是PPO的計劃 因為PPO計劃呢 健保公司只會寄兩張卡片給你們 並且都是主保人的名字 這個是正常的 你不要擔心 怎麼只有一個人上寶 我怎麼不在裡面 那我們說為了避免起家庭革命 那保險經濟可以幫你們再去跟保險公司協調說 拜託 他們要起家庭革命了 趕快給他們每人發一張吧 是可以再申請的 再去的 你可以 保險經濟可以幫你去要求的 而你不要怕 因為還有一個小窍門 就是雖然只收到了兩張卡 對不對 每一張卡上面在右側都會有一個英文字叫Family 家庭 那這個字就表示你們家庭裡面的成員都在裡面 別擔心 假如你收到的卡上面 連Family這個字都沒有的話 你趕快去找你的保險經濟 可能真有問題了 那他這些家庭成員拿著他這個有Family的卡 就是可以去看醫生 那是不是在保險的系統裡面 就有他們全家人的名字了呢 是 是 是 保險系統裡面每一個人資料都有 那看診權力是一點不會打折的 那就放心了 保險公司還有一個為什麼只記兩張呢 因為保險公司的一個信封裡面就是放兩張 這個是他們的做法 這是節約信封的原因嗎 他沒辦法放到三張 因為放不下 OK OK 還有這一個小小的這個原因 太有意思了 好的 謝謝我們這個天寧保險的這個張念廷 張先生 謝謝您 好 不客氣 好的